斯莉果 这是个华丹 你们要看一下华丹 我帮你 研究生来了 不行 不是华丹 是华丹 那就是 拿不出来吗 一般这边是罚多少钱呢 60刀 就乱停车 罚60刀 乱停车 是他没给那个条 就是他没买这个停车时间 对 我看别的车也 那那个车 就是这边的警察 就是为了 第一个是 那个超速 超速这样的话 就通过开法单赚钱 然后另外也是第二个 这条路一般都是 就是没有人会 就是交钱 这条路大家都不交钱 就几乎都不交钱 你看这个也有了 但是这条路明明就有一个 要交费的东西 这边好像就是约定 死不成之 反正大家都基本上都不怎么交费 这条路明明有个交费的 大家居然不交费 这也很神奇 这也很神奇 就大家也不是那么遵守规则 没有因为 他们不交费 因为这条路很少查 因为是大学 这条还有那边那条路很少查 所以他们就要很少交费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交费的机器 大家都不交费 怎么到哪里都可以看到 秋里 秋里 哈喽 介绍一下你们俩是谁 这是豆豆 这是比豆豆年长十岁的秋里 哈哈哈哈 大家看一下那个秋里多大了 哈哈哈哈哈哈 豆豆带我们来就是市中心这边的寒餐馆 因为我们就是选 给我们一个选择中餐寒餐日餐 日料 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来吃寒餐 所以你们三星被夸趁怕趁到学生身上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这个我们来说 我跟你说 你这个笑话很有可能会被人黑死 对 对 要谨慎一点 谨慎一点 所以这边这个经常过来吗 我妈 嗯 我来他们家喝过两次都是喝豆腐汤 就这个是吧 这个豆腐汤还放了好几个辣椒 我觉得应该还可以 这是一到三可以选 哦 嗯 他除了豆腐汤还有什么汤 这个是鱼 鱼也是也是汤是鱼 嗯 你要什么汤 我都行你帮我点吧 他没有别的汤了吗 应该有正常应该会有大酱汤什么东西 那你要吃豆腐汤吗 我就还吃豆腐汤吧 嗯 这里 这是豆腐 这是秋梨啊 好我们再吃那个新西兰奥克兰市中心的这家韩餐馆 嗯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是豆腐汤 你往后一下 这是豆腐汤 嗯 然后你可以选择里面是不同的肉是吧 有海鲜牛肉 还有什么肉费 没有 就是两种 然后豆腐选的是牛肉 这边选的是海鲜 嗯 这样一份好像是16 16 16 牛币 牛币 大概大家乘以4.6的样子可以算才大概多少钱 然后这一份是牛肉 洋葱牛肉 这份价格是33 13 牛币 嗯 然后就是拌饭 然后就是拌饭 拌饭的价格跟豆腐汤好像是一样的 嗯 就这样 小菜反正就照例都是重的嘛 嗯 好了 好吃吗 然后我们刚吃的是最重要的是味道还不错 就是汤味道不错 嗯 这汤可以选择就是辣度 嗯 一共有几节 三节 三节 我们点的时候还需要 你的拌饭好吃吗 好吃 哈哈 哈哈哈 刚才我们吃的那个韩国餐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 一共是花了79 牛币 嗯 就是按80算吧 乘鹦鹉爽快一点 大概就不到400块钱 哈哈哈 对对 正常这边人均消费100 差不多吧 我记得 80 那我们现在 差不多 走吧 这个猫头鹰这叫 嗯 不太清楚 哈哈哈 就他会不定时的换 有的时候可能会化成别的 我们停进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那个天空塔下面 就是那个卡西楼 卡西楼 卡什么楼啊 卡西楼 卡西楼给的那个卡 下个给了我们一招停的卡 但是我们现在也不能确定能不能停那么多个小时 因为我们停了一天 我们现在要去闯关 闯关 大家能够出去我走吧 我走吧 因为我们刚去那个自动交费机上试了试 但是他不识别这个卡 所以我们只能就是直接出去了 哎可以付现金 嗯 可以懒开 还要不能 一两条路呢 车车太前了 一两条路 嗯 哪是承认的 眼上给你拍一下 好 那到底行不行呢 就是 就这一下 看来就不行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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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这张赌场的VIP卡还是厉害的 哈哈哈 没有没有 他就是赠送了一次 上次我那天带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赠送一次停车 然后我们从上午几点开始停到 7点8点 从上午8点停到下午的 8点多 我们从8点半吧 从8点半停到了下午的6点半吧 7点了 7点了 所以这个还是可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 可以过来 有空 Casino就会赞送一次 小赌一次 然后有个停车卡停一天 还挺方便的 大家好 这里是我去看世界 现在是新西兰时间7点半 那外面天都还很亮啊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开车回去了 刚吃完饭 嗯 然后我们打开一下音乐听一下吧 这个是我们听到了当地广播电台 换的都是中文歌曲 中国人租的车子都 谢谢大家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您 谢谢 先生 谢谢 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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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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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